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说一个人看电影最寂寞 也有人说一个人去海洋公园更寂寞 但是如果一个人行山 就在山上打边路呢? 而今天在《独有Vlog》里面 我终会带你们来到西港的东西一起 打边路 好 Julian Jанием J epend Hello.大家好,我是Gordon 今天又来到拍《独有Vlog》的日子 我现在现在身处於西贡市中心 link 等下乘的士去到西贡东坝 Papino 事不宜遲 工作 Let's Go But I swear I'll never give up a fight I see you're broken in me Head pull down over your eyes Every party you want to surrender Darling you were meant to survive With every night Hello大家好 現在就到了西貢的東亞 很棒 我現在的任務是 我要找一個地方給我起爐 讓大家看看附近的環境 我待會要去的地方 就在下面找一個可以打爐的地方 我現在正在下斜路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斜路是十分艱苦的 我已經是震來震去 不過快要到達 我待會要去的目的地 就是在後面很多石屋的位置 我們繼續繼續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ello大家好 我終於來到的目的地 我會在這裡找一個地方打爐 可能有人會問 為何我今天選擇來西貢的東八打爐 其實這個想法是 上個月跟經理人開會的時候 他就說你獨油Vlog 這個系列可以拍下去 然後他說 但現在出不了去其他地方旅行 我在香港又不知道去哪裡 好像其他地方都去過 或者已經很多人都去過 所以他就提議 不如你去一個地方拍攝 但就做一些平時不會做的事情 所以就決定來吃火鍋 我現在就找一個比較少人的地方 免得吃火鍋會嚇到別人 好 那我就繼續走 看看附近有什麼地方 吃火鍋 Let's go 那話說我本來想去石頭後面 找一個地方打火鍋 但我發覺真的太難了 因為其實它後面是很漂亮的 就是大海的 但它的石頭實在是太難爬 因為太多縫 然後又沒什麼地方可以放東西 所以就唯有轉移陣地去其他地方 找一個地方起爐 我建議大家來這裡的時候 盡量都沒有爬這些石頭 因為真的很危險 最多上前面這一兩塊就已經足夠了 如果再走進去一點的話 雖然海是會很漂亮的 但就非常危險 我現在就轉移陣地 準備下去這裡 那為什麼選下面呢 因為我發覺現在大概2點03分 然後已經越來越多人了 所以現在就去一個比較少人的地方 就是下面那裡 它不是海來的 應該叫做湖 去湖那裡就正式打火鍋了 Let's go 好餓啊 Let's go 好 那我現在就去剛剛才說的那條斜路 但我發覺這條斜路 是去不了我想去那條湖的旁 所以現在就真的要牽著行李箱 還有背包 去攀山攝石 在這條很崎嶇的路上 下去我的目的地 希望我可以成功到達 正式打火鍋 Let's go 好啊 幾經辛苦 終於到了我想打火鍋的目的地 其實我本身想在那邊多些 但因為有人在拍攝 分紗攝影 所以我就免得坐住人家 我現在就立刻設計 準備好打火鍋了 終於 Let's go 好 Hello 大家好 話說當我剛才在準備 設計的時候 我就開始覺得這件事真的很白癡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不過既然都來到了 那就照做 我現在就找了我 待會兒打火鍋的地方 就是這塊石 我會把鍋放上來 現在就立刻拿 我準備好的食物出來 OK 首先第一樣東西 當然是一個爐 OK 都尚算穩陣的 好 然後就是Gas 話說 附近開始多人 我很緊張 好 OK 那首先 最重要的是 啤酒 就先躺在這裡 然後 就有我待會兒打火鍋會點的醬汁 這個 不知道怎麼說 培煎 完成了 然後就到重頭戲了 有肥牛 鞋柳 牛肉丸 芝士腸 芝士腸 就是這樣 先放好一點 好 不錯 還有我剛才已經開了一罐的一番榨啤酒 那我們 來了 餐具就在這裡 就放在這裡 OK 煲蓋就放在這裡 那現在就餐個湯底 然後開著火鍋就正式可以吃了 那就邊燈上後面的壺鍋 邊打火鍋 Let's go 突發事件 我剛才發覺了一件很白癡的事 原來我忘了帶湯底 就是我等一下要清湯打火鍋 不是開玩笑 我越做這件事 越覺得自己白癡 特別是當有人走過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看著我 我開始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不如算 唉 唉 Anyway 現在就等著水滾 因為沒有帶湯底 我真的沒有記性 然後就直接倒進湯裡 沒錯 夜食在這裡 鍋在這裡 這次的任務也算成功 我覺得 不過因為有些大風 所以感覺到那些火 不斷撥來撥去 好像不是太受到熱 Anyway 那我們繼續 OK 又關火了 OK 那現在呢 就等著火 滾 等著水滾 OK 因為太大風 看距離水滾 你看大風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些火是完全 OK 又關火了 可不可以沒那麼大風 沒那麼大風 又關火了 又要開著火了 OK 又開著 但又超大風 我一開火還這麼大風 為什麼 現在直接火都開不著 3 1 唉 我不管了 我下肥牛了 又關火了 救命 我在做什麼 OK 我決定煲蓋不要了 直接拿煲蓋 擋著風 太大風了 太大風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想說 今天跟我想像中真的太有出入了 我原本以為 我只找個地方 設好所有東西 我就可以簡單單單地 享受我的邊路 在大自然的環境上面 就是 我沒想過如果這麼大風的時候 應該怎麼做 結果我現在 它每一兩分鐘 水滾了 然後就大風 關火了 我正式宣布 今天的挑戰 改為 只要我吃到一塊肥牛 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我以為其他的食物 我想沒什麼可能可以煮得滾 想想肥牛這麼容易熟的食物 我都起碼坐在這裡半小時 其他 我想半天都可能還沒熟 那我就決定 待會都可以邊吃肥牛 邊喝半啤酒 邊看一下胡蒜 好嗎大家 看看這個 肥牛 十分鐘 完全是三成都沒有 加油 努力 那些肥牛 半小時之後 終於熟了 我馬上要試第一塊 這個是西貢東霸 第一塊肥牛 好喝醉 好像清湯一樣 OK 各位 我要正式宣布 在這裡坐了半小時之後 我終於吃了我第一塊肥牛 那肥牛的味道 是淡而無味 因為這個傻仔 忘記搭湯底 但不要緊 經過了無數次的 開火 關火 開火 然後關火之後 那肥牛的滋味 已經不是平常在家裡打火鍋的 那麼簡單的滋味 而是黑虎內勞 之後的第一塊肥牛 好 乾杯 我跟大家說 這條片 這個想法 是白癡的 但是 如果你問我 沒有後悔這樣做 我是沒有的 一開始有少少的 因為實在太氣餒了 但不要緊 挑戰嘛 是要做這些 乾杯 其實我還有很多食物 我現在很想吃完 但實在沒辦法 要不我轉個位置 找個完全沒風的地方 但這裡這麼空曠 我想也是沒可能 找個沒風的地方 所以我就決定 那些食物 我應該會留回家的時候 去吃火鍋 那現在我決定 吃了肥牛 喝了一罐啤酒 我就真的要撤退了 好多謝大家 忍受了這麼久 好耶 六成啦 那些肥牛 是黑庫蘿蘿的味道 在吃完最後幾塊肥牛之前 那說一下為什麼 我會選擇來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很久之前 我和菊花和Cotton是來過的 然後那時候 我初頭是完全沒接觸拍照的 然後就覺得這個地方拍照 隨便拍得好像很漂亮 所以我就決定 不如來回這個地方 如果可以對著這麼美的景 吃火鍋的話 應該都不錯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我都很推薦大家 過來拍照 走一下 又舒服 又夠空曠 又不會迫 又不會太多人 當然來這裡吃火鍋就不好 這個錯誤示範 還有很多地方我還沒去的 大家看到遠處 是有個洞在這裡 那個洞我也沒進去 那就看看下次有沒有機會 跟朋友一起來 那現在呢 我想我吃完肥牛 然後撿拾一下我的東西之後 再逛一下 然後就會下班了 那我們待會見 拜拜 OK 在我撿拾東西的時候 我就決定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拍這個 一人獨遊Vlog 那自從上次的獨木舟Vlog之後 我就發覺原來一個人 去不同的地方 是會類似有少少走出你的舒適圈 然後你會好像逼到自己 搏到不同的東西 或者有少少不同的感受 就是無論那個感受是好或者不好 但是你都會有一番 平時體會不到的東西 而我今天呢 體會到什麼呢 就是荒山野嶺 大便爐是不適合的 雖然是這樣 但其實呢 自己一個這樣看著 這裡 然後真的幾舒服 因為平時經常用電腦 用電話 然後就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 就是資訊 很多不同的壓力 但是來到這裡 基本上你都沒有什麼好想的 你看著這些景色 就是一個欣賞的態度 然後呢 就繼續看 對啦 好像遠離了平時的煩囂 那樣 好 那我繼續收拾東西 乾杯 好 那我剛才收拾完東西了 那現在就大概4點多了 那我也是時候差不多走了 因為剛才 Power Gip 下來的時候 已經很辛苦了 我覺得拖劑上去的時候 都應該要很久的時間 所以差不多要撤退了 首先講一下今天的感受 雖然打火鍋的環節 有點失敗 但都很開心的 因為一來很久沒試過脫口罩吸收一些新鮮的空氣 然後以來這部相機就是新買的 我覺得今天可以來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試這部相機都很開心 最後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每次拍一次讀遊vlog 我都很希望我的拍片技術 是會改善和進步的 之後可以拍更多的好片給大家看 可以拍更多的讀遊vlog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看完這部影片 都會有興趣來這裡 其實很多地方我都還沒去過 其實跟朋友來比較開心 因為可以幫你拍照 然後又安全一點 然後又可以一起探望這個地方 大家一起講一下感受 這部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記得 記得按讚和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有人說 如果推薦這部影片 你不要按讚和訂閱 你下次打火鍋 發肥牙就會煮不熟了 好了 然後請開快 按讚和訂閱 按讚和訂閱 按讚按讚 加油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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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